第八集看到现在终于在第五集 让我重新找回了那种看完之后 头皮发麻恍然大悟的感觉 如果要给整八集投出个历史最佳 那这一集绝对有资格挤进前十 接下来就让我们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解说结论最高端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影片中无数的细节都在指向最终的结局 主持人一开场就已经暗示了结局 cue了一下此前的万圣节特辑 那一集就是以BBC的演出事故为核心展开的伪纪录片形式 和这期一样都算是主创种活 其暗指的便是这一集将有意外发生 之后参赛各组开始分别介绍各自的名称身份以及对名 第二组进行自我介绍 我们也得知外婆的名字是罗斯玛丽 这里也有着双重含义 其一是主持人所调侃的 由艾米利·布朗特和詹米·多南在2020年主演的电影《野山百里香》 这部影片的主角就叫罗斯玛丽 所以主持人才会说想送百里香给她 第二指的是1968年的恐怖片《罗斯玛丽的婴儿》 影片所讲述的就是女主罗斯玛丽为魔鬼产下孩子的故事 正与影片相对 影片的结尾在母亲即将被弄死之前她说了一句 建于片中说的是奶奶的名字叫罗斯玛丽 那这个魔鬼之子既是指拥有异能的凯瑟琳 也是指有着蛇蝎心肠的马格丽特 而后父亲说 女主的母亲是一个临床试验经理 之后主持人又点了一下题 询问这一行的具体工作内容 研究开发智力测试和board games 这里的board games不应该翻译为下棋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桌面游戏 就比如怪奇物语中所展示的那些 后面主持人又疑问为什么要修在线学位 不去上真实的大学 也是很明显的伏笔 最后当主持人询问对名时 母亲给出的答案是奥克伍德 这四个字其实已经道出了本篇的答案 表面上这个名字来自女主的父亲 但是如果你曾经看过某部相关的作品 看到这儿一定会有所警觉 奥克伍德指的是2017年的奇幻美剧 天赋异禀中的奥克伍德事件 在之后的第一轮答题环节 主持人还特地又点了一次主角的对名 在这一轮的答题中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键信息 其一是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莎士比亚的《迅汉记》 故事中的主角与片中的女主同名 也叫凯瑟琳 而《迅汉记》讲述的是 富家女凯瑟琳接受丈夫改造 服从之下最终失去自我的故事 也对应着女主常年遭受母亲囚禁研究的生活 第二个关键信息是 在这里女主第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超强记忆力 当主持人念出问题之后 女主很快就进入了某种发呆的状态 主持人讲的笑话 女主没有反应 并不是缺乏幽默感 而是因为这一题有些刁钻 女主正在脑中疯狂检索问题的答案 对于女主而言 应该是某种类似记忆宫殿的存在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在片尾回答最后一题的时候 女主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 说唱音乐 中性名字 T开头 这样的思索过程是否像极了在图书馆检索书籍的我们 而后的复活淘汰环节也有两层含义 其一 母亲直接点出了女主的第二个能力 心灵 摇杆 既能独心也能传话 其二 也说明了父亲的家庭地位 关于父亲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其一是他也清楚女主的异能 但碍于在家庭中没有掌控权 即便是想要救下女儿也是有心无力 我倒是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可能 从他前面的表现来看 他极有可能对自己老婆和女儿的秘密一概不知 只是一个傻乐呵的家庭主妇罢了 这也是为什么女儿愿意让父亲离开这场游戏 只留下母亲在场 在第二轮的抢达环节中提到了一本书 马蒂尔达 也是对本篇的隐喻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天才少女 在与自己极其卑劣的父母 以及可怕的校长的斗争中 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 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对女主应有如此巨大知识量的解释 因为书中的小女孩在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把大多数经典作家的作品都通读了一遍 在结合片中的女主看起来如此年轻的少女 却正在攻读硕士学位 很明显指向的便是女主恐怖的知识摄取量 以及超群的记忆力 在这一轮中 女主基于得分 甚至不加掩饰 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在主持人还没读完体干之前 就先一步说出了答案 在之后的对决之中 女主更是直接把潜意识灌输到了另一组的答题者脑争 误导其说出了错误的答案 为什么说是女主所谓 因为在后面的最终环节 母亲也提到说自己只能想到大卫杰森 并暗示女主将答案告知于己 之后女主鼻孔流血 母亲才回答出正确答案 而之所以会在心灵摇杆时 反复提到大卫杰森这个名字 是因为她在电影《蝶行世界》中 饰演经典角色林思峰 由于她和别人打赌 翻开了一本禁书 书里的一句咒语 蹦到了她的脑子里 于是她以后便再也无法记起别的咒语 而这句咒语正是创世的八大咒语之一 所以有着自己的思想 总想林思峰在困难的时候 将自己念出来 与篇章情节是不谋而合 蹦进脑子里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中 考到了北极侯乐队 这里真的是细思极肯 你不是阿兹的狗狗狗狗吗 没有 我当时的联系研究项目 我当时的联系研究 她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猴子这种龙长类 在亲缘关系上和人最接近 是与人类同源性最高的动物 因此也是实验中 最接近人类的理想实验对象 在结合母亲之后 所说的实验室里的姑娘们 足以推断出 片中的摄顶和怪奇物 与基本一致 都在秘密进行人体实验 最后环节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母女两人各自的真实目的 也暴露出来 女主想拿着这笔钱 远走高飞远离父母 逃离实验逃离现在的生活 母亲则想建造一个更大更坚固的牢笼 更好的困住女主 也就是在这儿 女主坚定了内心 无论结局如何 自己一定要摆脱这一切 所以在回答最后一题时 女主才用FurQ 这个假答案戏弄了母亲 1500或许不够母亲 见个龙子 但足够女主远走高飞了 最后母亲气急败坏 也算是求锤得锤 大快人心 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 其他的一些小细节 首先就是经典的找兔子环节 这一次兔子出现在了片尾频闪的大屏幕上 而9应该就是主持人身后最醒目的那一个 关于女主能力的展现 很有可能是从第一组问答就开始了 毕竟作为一个软件顾问 连64的立方根是多少都能答错 属实有些离谱 关于主持人 我认为他最后一定是想明白了 女主的心灵摇杆能力 所以他才会这样跟女主说 而主持人之所以会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女主此前已经多次试图 独心来获取答案 比如说在回答乐队单曲问题的时候 剧中着重强调了 女主和主持人的这一对视 这一集虽然缺席了老哥脸 但骨子里透着纯重的九号密室风格 我是学员不多 脑洞不晓得秀才 如果大家还想看到九号密室的更多解析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